印太战略它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 首先印太这个战略从地缘上讲 这个范围太大 其实它至少包括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 甚至还南太 所以从我们这个联盟的这个常识来讲 这么广域的范围进行非常强有力的这个联盟 是不现实 所以亚洲版的北约 北约根本就不可能 就是这个不是很现实的这个选择 不是很现实 因为板块不一样 地缘板块不一样 它的很多东西是没法整合的 把这么大范围整合起来 我觉得即便以美国现在这个能力办不到的 二战之后 它美国的这个能力可能行 现在毕竟能力实力衰落了 这个办不到 这是第一个 而且各个国家的自主性都很强 包括印度 利用美国去制衡中国 可以 但是它就是一边倒地跟着美国 当美国的盟友 我觉得这个短期内也看不到这种前景 第二个就是印太战略它存在的问题 就是它的资源手段和它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这个鸿沟 也就是美国想的是很好 但是要具体做它现在缺乏必要的资源 比方军事实能力能增长多少增长也是有限的 经济上更不用讲 经济上还是下降萎缩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方面 这个鸿沟是会 而且会越来越大 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内的问题 它的政策 特别国际政策 不像中国这么稳健 比如说中国一代印度我们推进 我们是非常稳健 美国不一样 就是上一届政府不太重视盟友 也不太重视东南亚国家 拜登马上面临的就是 这届政府马上面临就是中期选举 也就是拜登最多最多政府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 当然他如果连任那是另外一个说法 这任政府它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 在这个两年时间 它的整个的政策要内化 就是他对印太战略做不了太多的事情